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大事 说什么呢 金水为什么被人骗了 5000块钱 我就是给你 4,900 对 是 4,900 前两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视频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奈飞的礼品卡 其实礼品卡折扣是非常不错的 也有很多小伙伴的去买 在这感谢这些小伙伴 但是在这些小伙伴 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 一共有两大类 第一大类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没有仔细看我的视频 还有一类问题 确实是奈飞现在的政策有一点点调整 所以说造成大家的不便 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些问题里面 有几个是非常典型的 大家经常犯的一些错误 我在这就整理出来 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 第一个小伙伴 就是他给我留言说 为什么我的美区的价格 是16块9.8 而不是金水掩饰的15块9呢 在这 我要跟这位小伙伴非常正式的说一下 因为 你没有仔细看我的视频 因为在我的视频里面 我给了大家三个免费周的邮编 你使用这三个邮编的时候 它的价格就是15块9 但是如果你使用其他周的邮编的时候 这里的价格是要含税的 每个周的价格含税的是不太一样的 为什么你的是16块9.8 而不是15块9 就是因为你用的不是免费周的优编 那会交一定的税 这个税款加起来刚好就是 16块9.8 所以说在大家使用这个礼品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况 记得 把我案例给大家的这三个 免税周的邮编填上去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解决方案非常简单 大家一定不要搞错 第二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有一些网友在充值的时候 由于他自己的IP不是美区IP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充进去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老生常谈的 首先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 你要充值的话 因为这个是美区的礼品卡 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必须要是美区的IP才可以 如果你是老账户的话 一定要是你原来这个账户 就是美区的账户才可以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查自己的 到底是哪里的账户 我这里给大家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 把你的账号输入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查到 你的这个账户 到底是美区的 还是港区的 还是其他什么地区的了 这块其实也是比较好解决的 还有一个问题 我在之前给大家已经讲过了 这个礼品卡 它充值对IP是有要求的 如果你今天充过两次以上 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充了 如果还要再充的话 一定要等到24个小时以后 如果你用的是机场的话 你可能当天就充不了 为什么 也许有别人在用这个IP 充过了 充了两次以上 你也就充不了了 所以说你依然是要等24个小时 如果你长时间充不了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你可以去求助店家 你看店家如果方便的话 他也许可以帮你去充了 第三个问题 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 最近是由于我们充值充的太多了 内飞在注册页面关闭了 用礼品卡注册的这个选项 所以说很多小伙伴在注册的时候 跟我之前做视频的时候有点不一样 我之前做视频的时候 会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用信用卡注册 第二个是绑定你的paypal 第三个就是直接可以用礼品码 开始注册 但是很多小伙伴这两天去充值的时候 内飞把线本注册的这个选项 已经关闭掉了 你只能看到一个 信用卡的通道 和一个paypal的通道 其实在这里 也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 第一个就是你不管是用信用卡 或者是用paypal 任意一个 支付方式 进去就可以了 这里的信用卡 不一定非得是美区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都可以 但是还是有要求的 要么是master卡 要么就是visa卡 这两种卡 任意都可以 还有一种选项 下面 就是paypal 你有paypal账户的话 你绑定了 也是ok的 他在前期注册的时候 他会对账户做一个验资 可能就是扣一块钱 在验资完成之后 他会把这个钱 原封不动 退回到你的账户里 信用卡也是这样 所以说 这里的解决方法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你们可以先选择 自己现成 有的这种支付方式 来进行注册 注册完成之后 再用这个离拼码 来进行购买 这样的话 离拼码 一旦生效之后 他会把你之前的那笔钱 退回到你原先的支付账户里 这样就ok了 其实这个方法 也是非常简单的 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很多人在问我的 如果自己的账户是美区的 那我现在 可不可以再继续使用 我的建议呢 如果你是美区的账户 在你的这个套餐 快要完成的时候 你是可以 再去用这个卡充值的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是 其他地区的 就不可以了 比如说香港地区 台湾地区 各种其他地方 都是不可以用这张卡的 其他的这些小伙伴呢 你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充错了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也希望 你们能了解到这些充值的一些问题 或者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 如果你觉得这些对你来说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 甚至说 甚至说对你来说是一个无法办到的事的 比如说是美国的IP 或者说是美区的账号 要么就是你没有信用卡或者是也没有PayPal 那我就不推荐你去买这个礼品卡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自己不必要造成那么多的麻烦 好了 那前面的这些事呢 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好 那我们言归正传 那我告诉大家 我是为什么被骗了5000块钱 我纠正一下 4,900 对 对 又说错了 是4,900 这个事是这样的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来说这么一个事呢 其实呢 只是想给大家一点点警告 因为这是我的一个比较惨痛的经验 那我希望这些经验分享出来呢 不管你是有这方面的经历也好 或者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也好 防危杜见 以免再发生同样的惨剧 为什么说是一个惨剧呢 这个事是这样的 前两天呢 我帮大家推荐了一个礼品卡嘛 金水呢 本来是想把自己曾经的 在很多年前注册的一个淘宝账户 拿出来使用一下 但是由于这个账户很久没有用了呢 我也折腾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账户开启 开启了之后 我就尝试着把一个商品 挂到了淘宝上面 就开始卖 但是 问题来了 我收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信息 那这种信息呢 告诉我这个交易是不成功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就非常清楚 当时我就很纳闷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交易失败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交易为什么就关闭了 当时心里是很郁闷的 于是呢 怎么办呢 有问题 找客服 我就按照这个信息给我的这个方式 找到了这个假的客服 那这个假的客服呢 就告诉我 你的账号由于长期没有使用 是属于那个信用欠费的一个状态 怎么能检查呢 他就给我发了一个 二维码 在我收到这个二维码的时候呢 这个假客服啊 就告诉我 你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之后呢 他就能检测到你的 实际的账户的情况 于是乎 我就相信了他 我扫了一下这个二维码 扫到这个二维码之后 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的手机上出现了这么一幅画面 那他告诉我呢 由于什么样的原因 那我的信 我的信誉是不足的 怎么办呢 就存4900块钱 然后我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这个假客服之后呢 这个假客服就告诉我 那没有问题 其实你这个比较好解决 只要你往你自己的支付宝里 存4900块钱就可以了 我当时想 这个不是多大的问题啊 首先第一个钱不多 第二个呢 是存到我自个的支付宝里 这个也没有什么毛病啊 于是呢 我就存了2万块钱 现在想想是其实是挺后话的 因为这4900后续就没有了 得亏是4900如果是2万块钱多美料的话 那我估计 我得 喷5分钟牢起 那我们接着往下说 把这个钱存过去之后呢 我就把这个存钱的这个数额 截屏 给到了这个假客服 那假客服拿到之后 我说OK 你这个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接下来呢 我去帮你解锁这个被冻结的账户 那他又给我发了一个二维码 他说你现在检查一下 你现在店铺的情况 那我又扫了一下这个二维码 然后也没有任何问题 他就说好 你现在这个账户的情况已经符合标准和要求了 那他就帮我操作了解除冻结的这个事 之后呢 他又告诉我 这个钱呢 你不用继续存在支付宝里了 你可以把它提一下回你自己的银行卡里 当时我想这个也没问题啊 就这样 我又把我的这笔钱从支付宝里 又提回到我的银行卡里 但是 所有的问题最关键就在最后一步 当当我把这个钱呀 从我的支付宝里提回到我的 储蓄卡里之后呢 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这笔钱就被一个很奇怪的公司 扣走了 非常莫名其妙 我当时的表情就是 太崩溃了 今天这个事呢 是金水的一个教训 那这个教训呢 也是告诉大家 一定要防危度见 碰到这种网络诈骗的事呢 一定要小心 那如果有人给你发这样的信息 甚至是你在一些所谓官方平台 或者是看起来很官方的地方呢 出现的这种事呢 一定不要随便扫别人的尔维码 即便是自己的卡 往自己的支付宝上来转呢 也一定要多小心 所以说碰到这种事呢 再一个呢 金水后来呢 也是去报警了 那警察告诉我碰到这种情况的 第一时间你要先把你的银行卡冻结 因为冻结之后 你这张银行卡就只 只能进 不能出 那这个时候 你还要去到任何一个刷卡的地方 去刷一笔消费 那这笔消费呢 其实是肯定不过的 因为你这张银行卡已经冻结了 但是呢 银行后台 可以看到这么一条信息 证明一个什么事呢 就证明你这张卡 还在你这个本人手里 那在之后呢 你就走正常的报案流程 把这些手续都收到之后呢 拿到这些东西 去找银行 银行会给你出去一个单据 那这个你把这些单据填完了之后呢 就是银行会想办法去帮你追回这笔钱 因为最起码现在的不管支付宝也好呀 或者是微信也好 它都是实名认证的 即便这个商户找不到 即便这个商户是假的 扣我钱的那个人名字是假的 但是这个银行卡的账户一定是真的 总有人会把这个钱从这个账户里提出来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 这个钱应该是可以找回来的 即便找不回来 也没关系 近水也在这就忍了 算是给大家做一个榜样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 再出现同样的问题 那今天主要呢 就跟大家说这些事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对金水的支持 也希望出现在金水身上的这些事呢 不再出现在大家的身上 今天这个故事算是 给大家提个醒 让大家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说到这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呢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那就请你订阅 点赞 投币 收藏 订阅 YouTube的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让我在第一时间 把我最新的内容推送给你 无论怎样 您的支持 都是我继续努力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 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订阅 了